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三度空間這個線條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裡 你看他的這個完成的檔案 我們這邊有完成的 這個是3D線條完成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比較隨機撐條的鋼板 對不對 好 那 你看要完成這個的話 其實怎麼樣 只有這樣而已喔 只有這個喔 就是這個素材而已 好就是這個素材 那只是呢把它利用三度空間並列出來然後利用滾色模式 滾色模式再利用攝影機進到裡面來 你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 要做這個 我先打開Photoshop給各位看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Photoshop裡面這個濾鏡啊 有一個叫做眼酸上色的 叫做 雲 這裡 雲 狀效果跟雲彩效果 你們有沒有用過濾鏡裡面這個功能 這兩個 奇怪為什麼你們都不曾用過 這兩個啊 這兩個啊 他最近好像多了火焰啊 圖片光跟樹 以前好像沒有這個 這好像是新版本 2018之後增加的 那 你看 雲狀跟雲彩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雲狀跟雲彩其實有點像 有沒有看過這一種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 你要產生這個效果 在Photoshop裡面 有沒有選項可以做調整 沒有 所以如果老師有教我們這一種 通常都叫按Ctrl加S 有沒有 因為就重做一次 他就起的不一樣 因為他每次都是什麼 隨機的 都是隨機產生 所以有時候 你比較難去控制說 你說產生出來的效果 但是呢這個部分在AE裡面 也有 可是呢他能夠控制的選項 都多很多 那我來看一下 你就來開一個新的合成好了 就開一個新的合成 那OK 然後建立一個空白的圖層 Solid Solid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OK 好這樣我就有了 就有一個空白的圖層 那麼 你要怎麼樣讓他產生那個 雲狀效果 在這邊 有沒有 建立發光素材 這個 所以我們重點第一個 就是建立發光素材 那 你來套用這個 Fleckle Noise 這個就是跟我們 Photoshop裡面那個 雲狀 雲彩效果 一樣的 他在Effected裡面的 Noise and Grid 雜點 雜點裡面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看 我先用一個View的 先用一個View的 你到Effected Noise and Grid Fleckle Noise 第三個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像 對不對 有點像 可是呢你看他左手邊 他是有提供很多的參數給你去設定的喔 這個就比Photoshop進步一點 不止一點 進步很多 因為你能夠控制這些東西相對要做 變化 就比較容易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你可以先進到這邊 好不好 現在各位都已經把這個 Fleckle Noise加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怎麼樣改成 我們想要的這個 對不對 應該說先改成這個 那他的做法蠻特殊的 好像在改麵皮一樣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 我把他怎麼樣 水平 拉撐 這樣就會變成一條 這樣了解嗎 他的 做法是用這種方法 就是把他水平拉撐之後 拉得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之後 就會變成一條 像這樣一條線 像這樣一條線 所以呢 回頭看一下 我們學習重點 你看 發光素材已經建立好了 你往下看 就是 重點 就是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我們呢 待會 這裡 有針對這一塊 Evolution 這個 有做所謂的演化 Evolution有聽過達倫的演化論嗎 就是這一個字 那 這個呢可以做一些線條的變化 線條變化 那我們 剛講的把他延伸就是在這邊 把他寬度 本來高度跟他一起是100 可是寬度也沒變10000 對不對 變得很長很長 他就幫他拉成向右手邊這樣 拉成向右手邊這樣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 這個你可以稍微再拉開一點點 沒關係 你看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叫 Transport 這裡 就是所謂的變形 變形 但是他預設 寬跟高是一起的 他是等比例的 所以我從這邊打開 你會發現 我的寬 跟高 不能個別調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勾起來 Uniform Scale 也就是說我是 等比例縮放 因此你要把這個地方 取消一下 就把這個勾勾取消 這樣你就可以個別設定 寬跟高 你看我把這裡勾掉 有沒有寬跟高 可以特別獨立設定了 那你把寬往右邊右邊 拉 右邊拉 哇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好像已經拉到緊繃600 可是 是不是還不夠撐開 對不對 那怎麼辦 繼續拉 你不要 被他這個 邊界所限制了 他現在雖然是600 但是你滑鼠在這邊 往右邊拖 也可以 或者直接打入 數值也可以 你看 原來 還可以繼續往右 有沒有 雖然我的 上面折到600 你就繼續做啊 做到你覺得 他有被拉成一直線為止啊 只是你這樣會拖比較久而已啊 你說 打入1萬比較快啊 因為1萬 基本上 你要用10萬也可以 有沒有這樣就撐成一條線了 你看到這個 你沒有想到一件事情嗎 以前你如果去一些那種 園遊會啦 或是一些民俗 民俗村啊 都有人在賣的東西 叫做什麼 龍鬚糖 因為不是這樣 縮縮縮縮縮 好不好 拉拉拉拉 然後就變成絲啊 就跟那個概念一樣嘛 他把原本那個麵 那個糖 就把拉成長 就變成一條線 就變成一條線喔 那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有講的 演化 叫做Evolution 你家 Evolution 在這裡 那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好了 你看我在拉動這裡的時候 你有發現我的線條是會動的 有沒有注意到我線條是會動的 對不對 就是用那 你說真的嗎 可以拉動看看 有沒有在做變化 有沒有 雖然我線條現在沒有調好 可是我這樣在動的時候 是不是會動 所以呢 他這個有個好處 要做動畫 你只要拉動這裡就好 如果你的程度比較小的 你就用後面的 因為這就是360度以內的 如果你要他變化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就用前面這個幾圈的 因為幾圈的他可以變化 變化的非常明顯 所以你看一下我如果拉動這個 變化動很快喔 有沒有 動很快 所以如果只要在這邊 套用馬表 那麼 你就會自動產生動畫 就會自動產生動畫 所以這個是 我們等一下呢 會需要用他 來製作的部分 我們來製作的部分 我們來製作的部分 就好 我們來製作的部分 就好 我們來製作的部分